就是之前在泰国做的甲体很大 然后又会移动 所以就弄得好像很不舒服这样 有时候又怕很危险 然后又怕会创大也什么之类就会崴掉 然后过后就在Expo看到东韩 然后过后也询问这样子 还没有在泰国弄鼻子之前 因为我鼻子就属于比较宽和比较大 然后鼻翼也比较大 然后就很扁 然后就会很不好看就对了啦 然后也没有鼻翼两 然后就我在泰国做的话 好像我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我还要特地飞过去那边 又浪费钱 然后又浪费那个精力 要飞过去又要痛 然后一做完 他就马上送我们 就是给我们回酒店了 可是我来到东韩在这边 做完了过后 我还可以在那边休息 我在东韩这边 就他们的态度服务都很好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很耐心的去服务你 然后很关心你 然后就会去update你 就我第一次来到东韩 因为他这样感觉就是很舒服 很干净 然后这边的医师做得很好 他们都很有耐心 然后专业和安全 而且他还有马来西亚卫省部的认证 因为我在这个东韩这边做出来的美鼻塑 然后效果很好 然后我的家人朋友他们看到也很满意 所以我都会介绍我朋友他们过来东韩医美诊所这边 接受这个美鼻塑 我就知道了 我们就在做美鼻塑 我们下单的阅证 而且我们上下单的阅证